好奇怪哦,年轮里面怎么会有一三粒 你们有见过吗? 猫头鹰妈妈拿着浑然天成的笑蓝木片 除了讲解自然界的奥妙 同时将猫头鹰的制作方法介绍给大家 鱼池香香茶巷是阿萨姆红茶的故乡 早期茶厂林立 之后因为红茶的兴衰逐渐凋零 而目前老茶厂随着红茶产业的再度兴起 开始走出了自己的方向 集成红茶厂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经营红茶厂之外 也与自然界融合 运用浑然天成的笑蓝木材 让游客DIY打造心中的猫头鹰 与游客分享爱的喜悦 我们有一个旧的工厂 那因为小孩子常常说 妈妈我要出去玩 那我们都想说 日月团除了去孔雀园 去骑脚踏车 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玩的 我们就发现 因为刚刚说的这一张脸 我们在想说 猫头鹰 好像我之前有玩过一个很好玩的 所以我就请我的先生 把木片切一切 然后我们就用木片堆叠来做猫头鹰 刚开始只是自己好玩而已 后来没有想到说 游客进来 他们不小心走进来 那他们看到说你们在玩什么 怎么那么好玩 那客人就跟我们建议说 这么好玩的东西应该要开成一个工作室 然后让客人来这边玩游戏 那我就觉得好像我们有猫头 日月团有猫头鹰的故事 猫头鹰是我们日月团的守护鸟 然后我们又有一个鸟笛 然后又有猫头鹰的脸 我们觉得这好像是可以串联成一个课程 那所以我们就把它融合起来 做成一个课程 然后跟客人分享 除了喝红茶 还可以依照自己的想法打造猫头鹰 让来访的游客都爱不释手 我们是从台北来的 然后就是带着小朋友来这边玩 然后了解一下大自然的生态 然后顺便知道猫头鹰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还算蛮有趣的 我觉得这样子很不错 对这样子可以增加亲子间的互动 蛮有趣的 然后自己在那边想说要怎么做 才会看起来不会很奇怪 或者是说做出自己的那个想法 然后猫头鹰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聪明啊 博士啊 所以他会有一些所谓的 孔子的智慧毛 就真的搭了两根智慧毛 然后但是往往猫头鹰出现的时间 都是在晚上 让人家感觉好像 有点阴暗阴暗的感觉 所以在这边再弄了一些色彩 让它可以看起来比较缤纷 这样子 60多年的老茶厂看过红茶兴衰 渐渐走出新兴的经营模式 除了依循传统制作好喝顺口的红茶 同时也开放游客预约体验 手作功夫红茶的乐趣 也因为老板娘的巧思 协助游客打造心中的猫头鹰 除了增加来访游客的亲子关系 同时也将猫头鹰的祝福分送到各地 再次享受这些节奏 这两个节奏 isel词 是这个节奏